最近市场怎么样 最近市场不太好呀 钱不好挣啊 那我们来点有奖问的 赚点小外快怎么样 好呀 那你告诉我 列治文这个公立中学来讲 哪一个社区算是比较好的 South Arm去 为什么 因为它的公立中学是排名第一 是哪个中学 McRubber 那你回答我 那我们的这个 在列治文的一个大地来讲 应该是多少成多少的地 是比较符合这个标准 在列治文来说的话 一般要7000尺以上的地 它才能建出一个标准的豪宅 所以一般的面宽 至少要是66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地 是什么样的朝向 会比较受欢迎 哦那自然是 有一面至少是朝南的 因为这样采光好 那一个豪宅是带出租单位好 还是不带出租单位好 当然是带出租单位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有人帮你看房呀 而且如果你不在这住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省空置税 嗯有道理 谢谢 那你能找到这样的房子吗 比如说我还不要有电线杆 我还不要有水沟的 没问题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套 我带你去看 好的 Morning 你看进来看一下 这个漂亮 是吧 它有前后两个条高 这边呢就是它的客厅 客厅呢是朝南的 这房子建于什么时候 这个房子现在是七年薪 但是屋服保养的特别好 所以那时候可以建这么高的条高 对 现在一个建不了了 现在不行 这是一个FOMO的达领 对这是它的FOMO的达领 也是朝南 这个也做得漂亮 完全镶嵌式的这个酒柜 是 包括这个手绘的天花 细节还做得挺好 嗯 而且掉了水晶灯这边都 嗯 所以看起来很漂亮 嗯 它这个感觉很颜色色调 非常的通透 对 这边有一个书房 其实如果有时候家里用不上书房的话 也可以把它改成茶室或者棋牌室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不错 你这个想法 那这个FOMO也挑空 对 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这个早餐区 也是有个 很少有类之后能找到早餐区是这么挑空的 是 而且你看它这边巴扇大玻璃 是一个弧形的 嗯 显得这样 一个造型 所以这一片的这个造架应该不肥呀 是啊 而且这样才能把光引进来 把东边的光引进来 是的 采光就会特别好 然后这个倒台 一个大的倒台 这都标配 然后也有棕厨 有 有一个棕厨 而且棕厨是GAS的 嗯 棕厨里面也有冰箱 哦 是双冰箱 双冰箱 嗯 它冰箱也够大 Warning 这还有一个户外的活动区域 哎 这一块很舒服 是 在这里可以喝茶 或者是在 我居然还放了个电视机 哇 可以在这里跟人家看球赛 是 不光是有电视 还有壁炉 哇 它简直花园也都做了硬化 前后花园都做了大量的硬化 所以这样将来打理起来就容易很多 就很寒便 嗯 这么好的房子 屋主为什么想卖呀 都也是舍不得呀 但是还有它的原因 那我们楼下还有室友间吗 楼下有一个权位 啊 它做了权位呀 一般楼下都是半位嘛 这样就方便嘛 如果有人想住楼下的话 这样还有一个洗手间 嗯 然后这边去就是 它的出租单位在这边 是这一个吗 没有 这个是它的储物间 哦 这还有个储物间 对 可以放一些杂物 哦 这个是出租单位的进口 对 但是它出租单位是单独 有另外一个进口 对 然后这个是就是它的三车库 是吧 它的三车库 洗衣房在这里 不占地方 然后它的出租单位 还有另外一个路口 对 设计非常合理 它这个里面还是很合理啊 全部是地暖 全部是地暖 清风空调 空调都有 从楼上看看 这个是一个放衣帽间的 对 但也是个锅楼房了 但它做的设计很合理啊 是啊 那是让它空气 这边它用的是地塔 楼梯用的是地塔 这样走路就比较健康 没有什么脚步声 楼上一共是四个套房 全是套房 对 全部是套房 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每个人个人用个人的洗手间 还有阳台 是 这间朝北 这边是朝北 但是它也很亮哦 它还有一面窗 对 它多了一面窗 西面的窗 所以也是有光 这虽然朝北 但是也是很亮的 对 很亮 是不是很安静 对 很静谧的感觉 它这个小区就很安静 是 而且这个层膏也够高 十尺 应该有十尺 都是十尺 现在见不了这么高的层膏了 是啊 这是另外一间朝南的卧室 看看这个阳光 漂亮漂亮 而且做了飘窗 飘窗也是用的石头台面 是啊 这最舒服的 可以在 坐在这里 阳光下 坐在这里 没错 很享受哦 在拿杯咖啡 好 我们还有两间房 看一眼 对 看它主卧应该很漂亮 主卧超漂亮 我们先看朝北的另外一间 好 这间是有山景的 晴天的时候望出去 可以看到北边的山 就可以看到北边的山 也是很漂亮 嗯 这间卫生间也有窗户 它所有的卫生间都带窗户 都是有名窗的 这双开门的就来到她的这个主卧了 主卧 舒服吧 舒服 有漂亮 有舒服 对 看看那相机 看一下 它这个walk in the closet 洗手间 哇 还有一个按摩浴缸 这个按摩浴缸 里边还有一个 对 对 大镜 它而且全部做了环绕音响 对 全部做了音响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是吧 嗯 哇 来到这个大露台咯 这个潮南的大露台 太舒服了 每天可以享受阳光的沐浴 对 尤其是在温哥华这个阳光这么少的地方 这个是太享受了 缺阳光的地方 缺阳光的地方 嗯 那现在如果想看房的话怎么办呢 要跟你联系 对 请大家随时跟我联系 欢迎收看我们频道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